A股前三季73家公司代帽 19家退市承定局 一家刚摘帽又有利空 为日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日 今年因各种负面原因 被实施ST的A股上市公司有73家 最近一个被代帽的为奥马电器 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或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 且情形严重 9月7日公司被实施ST 具体来看 葛州霸与银口港 依稀收合并原因终止上市 天翔退等三家公司 因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终止上市 斯泰退席因暂停上市后 未披露定期报告原因外 其余数十家公司因连续亏损退市或面之退市 今年以来 货银公司正在远离退市风险等原因 资金对永安林业十分宠爱 1月4日开盘 永安林业股价为3.95元每股 随后持续上涨 6月28日股价涨幅231% 达到13.09元每股